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粗粗 一种侃侃 后期清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二十五期 凤梨一瞬不瞬地看着凤九儿 眼底泛起从未有过的色泽 九儿 她有几分颤抖的声音响起 之后再也说不出其他 凤九儿有几分纠结 她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时候 若不是不确定自己娘亲的想法 凤九儿早就与凤梨坦白 她还暂时的事情 因为她很清楚 爹爹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很开心 她一开心 身体会不会恢复得比较快呢 惊咳了声 将心绪隐藏 凤九儿微微勾了勾唇 爹爹 你这是什么眼神 话语刚落 她掏出梳子 来到凤梨身后半跪下来 再对视 她总觉得自己隐瞒不下去了 感受着小丫头的伺候 凤梨瞬息了一口气 闭上了双眸 你 见过她 突然 她轻声问道 凤梨的话 让凤九儿的动作僵愣住了 她看着她的后脑勺 眨巴着眸 有点没反应过来 谁 爹爹指的是谁 抬眸看着天际 浅浅吸了一口气 凤九儿也释怀了 她 你娘亲 凤梨的声音很轻 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哪怕是说着惊天大事 她的气息依然平稳 就连凤九儿都感觉不到有多少变化 如果我说是 凤九儿拾起一束长发 轻轻疏离起来 却不想 她的声音刚落下 刚才一脸平静的人突然转身握上了她的手 九儿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此刻的凤梨是凤九儿从未见过 是惊喜 是悲痛 甚至是无措 她完全没办法分辨 凤九儿心脏一阵刺痛 为了自己爹爹的百感焦急而痛 明知道娘亲对于爹爹来说真的很重要 却还是超出了凤九儿所觉得很重要的概念 四目相对 彼此都僵愣了一会儿 凤九儿低头看着自己被握红的手 九儿 她真的还活着 九儿 你告诉爹爹 她是不是真的还活着 凤梨总算是放松了些手中的力道 但她沙哑的话语中 还是能轻易让人感受到她心中的颤动 凤九儿微微抬头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特好看 却似乎没有焦距 她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 眼眶变红了 她 可她不好吗 凤梨的声音再次响起 凤九儿眨拔了下眸 将眼泪给咽回去之后 才收回视线 对上凤梨的目光 如果她很恨你 你是该恨我 凤梨浅叹了一口气 终于舍得将凤九儿的小手放下 九儿 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心里带着仇恨 怎么会过得好 凤九儿抿了抿唇 目光有几分闪烁 她很清楚 娘亲心中藏着的恨 并不仅仅是对爹爹 十几年了 她还没离开北牧国 甚至一定要亲手了结南门戎 肯定是为了 报当年灭龙家之仇 南门戎死了 她却还不愿意离开 甚至不惜帮助启文帝对付九皇叔 娘亲是不是知道当年的幕后主使者呢 她心里的仇恨太多了 确实不可能过得好 凤梨神色有几分黯淡 凤九儿看着心里难受 爹爹 娘亲 她也不是 伤你的人是她 凤梨的声音 打断了凤九儿的话 她瞪着双眸 微愣了下 才点点头 你呢 恨她吗 她还会 回北牧国 是不是 凤梨并没有直接回应凤九儿的问题 凤九儿 抿了敏唇 摇摇头 我不知道 是她废了我的武功 转我来凤足 那天在山洞里 我才认出了她 你便来了 所以对于她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清楚 弟弟 你说娘亲她 她会回去的 凤梨浅淡了一口气 神色 已经恢复了一贯的模样 九儿 你娘这一生不容易 回去之后 要好好辅助她 凤梨转身 没再看着凤九儿 凤九儿 半跪在她身后 一时之间 没想明白她的话 爹爹 那你呢 是她让你没了毕生功力 你会恨她吗 凤梨摇摇头 拿起一旁的水囊 我的功力给了你是最好的选择 只可惜 我不能再给你任何帮助了 凤九儿 将手中的梳子 放了回到衣袖中 向前一步 在凤梨身旁坐下 四周看了一眼 不见有任何异样 凤九儿的视线 才回到凤梨身上 爹爹 她有意压低声线 凤凤印记的图案 你有何看法 相传 那是一幅藏宝图 藏宝的地点 就在凤族 凤凰印记是藏宝图 说法的流传 已经很久了 在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人 能知晓其中的奥秘 是不是真的有宝藏 谁也不清楚 凤梨侧头 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大掌一出 轻轻将她脸颊上的发丝 拢到耳朵后 看起来 她已经完全接受了 刚刚知道的事实 凤九儿抿了抿唇 浅叹了一口气 每每想到 这十多年爹爹孤单 落寞的生活 她就不好受 赵玉生说 凤凰印记 真的是藏宝图 却是一幅 缺失的藏宝图 要是能找到 另一张图 我们定能找到 宝藏所在 爹爹 有听说过凤之涅槃吗 传闻是一本 内功心法 适用于 完全没有内功之人 练就绝世神功 哪怕知道娘 是利用这个借口 让她来了凤族 要了她爹爹的 毕生功力 凤九儿 还是觉得事情 并非空穴来风 凤之涅槃 凤梨 凤梨猝了猝眉 视线一转 看着不远处 还在走动的兄弟 是有这样的传说 但是那毕竟是传说呀 至于你说的 那缺失的藏宝图 究竟是不是存在 暂时也说不清楚啊 爹爹的意思是 你也听说过 凤之涅槃 这种神功秘笔 凤九儿 圆溜溜的双眸 泛着带有西气的色泽 凤梨 回给凤九儿 一记温柔的目光 九儿希望爹爹 练就神功 那当然 凤九儿猛的点头 我们一家三口 找了你怎么成 所以爹爹肯定不能偷懒 是不是 等我们安全离开凤族 养精蓄锐 再回来 找到宝藏 便能助爹爹 研究神功 以后 娘身边有我 有你相助 她想要什么 我们都一一为她实现 你说 好不好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